俯臣 我梁天尊 小伙伴们好 这里是天使道的白山镇 上期视频之后啊 本来是想周日能把八七期进阶猜测的下跟出来 没成想和黄兄约的午饭变成了一下午都在公司试玩游戏 之后就是忙碌的工作日了 只能每天下班一点点几时间才完成了本期视频 那么话不多说 希望大家看在我爆肝的份上给个三连 现在开始整篇 书接上回的提问 大罗洞关真的是踏在了别人的命运之上吗 我个人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这个答案却是糊涂歪打误撞出来的 因为踏这个词是不准确的 是被逼封了几十年的糊涂说的 而八七纪妙就妙在如果思路不对 别说几十年了 百年也未必能误透 目前的老王和陆老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你硬要说糊涂是数字门掌门 应该没有理解错 那陈金奎不也是数字门掌门吗 风后奇门笼罩世界的暴论不就是他提出来的 至于事情的真相 就让我们一步一步来解开 老样子 我们先看名字 大罗洞关 这个名字其实很直白 大罗应该脱胎自大罗金仙 这个是神话小说里的境界 大罗意为一切空间永恒逍遥 金意为不朽 而洞关显然是洞若关火的意思 意为一切都看得清晰明了 层次分明 所以连起来就是永恒逍遥的把一切看得清晰明了 这个名字在结合497话24节气鼓时 古吉亭所说的人体是最精密的气局 气局对人的影响是超越时间 从变化本身入手 把过去当下未来的你可以看成是一条线的理论 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思维时空的那套理论了 简单来说就是思维的时空中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物体的不同时间线的状态 不理解的小伙伴可以搜一下法国艺术家马赛尔杜上的走下楼梯的裸女 再看一下梵高先生的星空 想必就能理解了 还不行的话 就建议直接去看洛南的星际穿越 或者刘慈欣老师的球状闪电 顺带体会一下蓝色玫瑰的浪漫 当然也不是没有快餐方便理解 那就是斯特兰奇用时间宝石去观测未来的1450605个未来这件事 所以说白了 唐门的观是微观 观戒子看清细节 冰岛的观是内观 观自在看清本质 而大罗洞观是宏观 且全观是看清了所有 可以说这也是术式的最高追求 因为算卦的本质 其实就是算出一件事的最大可能走向 并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去追求准确率细节程度 但事件并不存在百分百会发生的事 所以算卦有时候就会不准 而大罗洞观则是可以看到无数的人无数的事 在过去现在未来无数种时间线上的所有可能 如果套用错误的逻辑 即丰厚旗门可以笼罩世界来看 大罗洞观理论上也能看到整个世界的所有时间线 是错误的逻辑 因为87级的使用者都是人 所以显然都有一个上限 但和老王一个思路 向内索取 那么理论上就确实应该可以看到自己所有可能的时间线 至少在这一点上 大罗洞观和封后奇门的逻辑是一样的 而更妙的是 封后奇门其实和大罗洞观是存在对应关系的 我们回看24节股许愿的那一话 古吉亭说的是想看清世间万物的变化 而同为术式的周盛吐槽道 光看清有什么用 才要掌握世间万物的变化 我们其实就能彻底的推测出大罗洞观的能力了 没错 真相很简单 大罗洞观就是最开头的那句直译 永恒逍遥的把一切看得清晰明了 大罗洞观 它真的就只能观 原本应该是这样 但是假生之乱的那场围剿把大罗洞观进阶了 说进阶也不准确 因为永恒变成了折磨 逍遥也不再是真的逍遥 接下来就是糊涂发颠事件 还有古吉亭的真相了 视频也将开始在这一刻进入高能状态 因为在被一众数字门高手围住的那一刻 作为可以观测到无数未来的大罗洞观持有者的古吉亭 应该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自己不存在任何一个好的未来 甚至连封天阳和镇子部的结局都不具备参考性 因为能彻底观测未来这件事 对人的诱惑不亚于长生不死 也许是那些未来太过惨烈 所以古吉亭没有多少犹豫 就做出一件他本不应该也做不到的事 那就是干涉时间线 这里就必须要解释一下 首先大罗洞观原本确实只能观 哪怕是从数字天前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 因为只是看而不去做改变 对自身的影响是最小的 像大罗洞观这种能看清一切的数 理论上就更因如此 只看而不能插手 插手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比如只身入龙虎局的王爷 再也不得亲近 又比如诸葛丞相为天下百姓 再无法回去做那个乐得逍遥 有望飞生的龙虎民 更要命的是 你插手了也未必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同时前几话的丰厚奇门也给我们讲过了 即使是在奇门局中 想改变别人也是一件没有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当时的古吉亭正如现在的王爷 有且只有一个选择 对自己动手 也就是抹去了这条时间线上的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抹去自己的那一刻 他没有了肉体对思维的束缚 大罗洞观彻底大成 但大成即是噩梦 因为大成的大罗洞观 大概率就像星际穿越里的思维时空的一样 既是一瞬 也是永恒 所以失去身体作为锚点的古迹亭 被困在了一个复杂到无法解析的永恒的气局里 菜叶出不来了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但偏偏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取乱之数 让他看到了回来的希望 那就是老王的丰厚奇门 因为他清晰的记得 当年许愿时周胜说的是掌控世界万物的变化 想来这也是古迹亭为什么找王爷麻烦的原因 显然就是老王的丰厚奇门 是理论上能拉他从永恒中回归的唯一手段 但是需要大成 所以之前的种种算计其实都是他在看过时间线后 让老王加速成长的计划 这应该也是大罗洞关城后的第二个点了 即虽无法强干预 但可以超微弱引导 只是具体要怎么做 是一步一步滚雪球 山翅膀啥的 我暂时还是没办法下定论的 毕竟我也很难彻底理解大罗洞关啊 但我确实有一个不那么俗套且有迹可循的思路 再次感谢糊涂掌门这个思路就是观本身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本来此时此刻的你是想往屏幕上看的 但就在这时屏幕上多出了一双看着你的眼睛 所以你吓得手一抖或者把视线移开了啊 也就是基于此 你的未来里就多出了一个全新的 因为这一双眼睛导致你忘记了三连的新未来 又或者你突然感觉背后有人在看你 你回了个头 所以多出了一个你在这一刻因为回头后产生的新未来 而这一次次的观又都是在你人生产生分支的节点 比如本来投币三连了的陛下应该报复的 结果因为没有三连陛下变得暴帅 又因为一个回头陛下发现了真爱 爱就是这个逻辑了 没错这一灵感的思路正是我们的糊涂大师 显然我们的古琪亭大概率是拿他的这辈子做了个实验 但我为什么又说这并不是踏在他的命运之上呢 答案很简单啊 在大罗那个一念永恒的空间里的古琪亭不出意外 他就只是看了糊涂一眼或者说了了数眼 只是因为维度的不同对于糊涂来说变成了漫长的数十年 说白了就是维度不同 古琪亭的这次实验又没有把握好度 观的时候他既在这个时间点上又不在这个时间点上 就他始终处于一个坍缩态 但是因为没掌握好能力而被糊涂反向观测到了 或者说故意让糊涂反向观测到了他 加上糊涂又理解不了大罗洞观 错误的把古琪亭做实验看他几眼 理解成了古琪亭看了他一辈子 再加上他现在的命运跟他自己推算的 他原本的命运完全不同 所以他才说出了他踏在了我的命运之上这句话 本质来说呢 就和人生三大错觉的他喜欢我 是一个逻辑 都是糊涂一厢情愿罢了 但妙就妙在 观本身也是一种选择 所以古琪亭的观还真就创造了糊涂的新的命运 不能说踏 但确实是歪打正招 而解析到这里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会发现八奇迹目前的七个似乎都不是用来干架的 双拳手探索塑造生命和灵魂 通天路沟通天地 神机百炼操武断魂 居灵潜降一时鬼神 六苦仙贼弹求逍遥长生 大罗洞观看清事物变化 封后其门操作事物变化 本质上每一种奇迹都只指一条修行之道 但又因为八奇迹能力太过逆天 所以成了取乱之处 可以说是谁拿谁遭殃 但偏偏有天使度的老天使 应该知道八奇迹各种奥秘的他 却把通天路给了张灵玉 显然是故意为之 各种奥秘真的让人难以琢磨 但是 在我最早那期八奇迹的视频里就说了 八奇迹很大概率是为了复活 或者说去人造神明保而解功成诞生的 虽然是各自心愿下的手段 但三十六贼基本上涵盖了天下大部分门派 又得悟八奇迹凑在一起 理论上还真就无所不能 那么我们以此为基础倒推一下 距离潜将可以居住宝尔杰的灵魂 不让其消散 双拳手可以帮他塑造完美的身体 再把灵魂放回身体 神奇百念可以帮他锻造灵魂 使得灵魂晨彻无瑕 不散不灭 六库仙贼可以让他肉体达到 红尘仙人长生不老的状态 而以上的种种操作太过逆天 就需要一个天地人都合得住 并且可以逆天改命 甚至要为了女天真命 不得不一直变化的气局 这就需要大罗洞关 观测无数未来 再加上封后期门实时操控 才能确保宝尔杰这件事能成功 但是 哎又是但是啊 本期但是有点多 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 这七个技能还差了点什么 久违的喝口水 我们暂停思考一下 蹲蹲蹲 没错就是能量 刚到手的六库仙贼只有练法 常规情况下不可能这么快继续能量 并且我也说过 知道六库仙贼再去练 就很难练成了 既软方练差了 宝尔杰练对了 但这些都是后来事 宝尔杰复活这件事本身所需要的庞大能量 或者说动力源从哪里来 是不是很容易就让大家联想到了七体源流呢 但是啊 今天第N次但是 因为还有反转 在我之前无数次的解析里 我都把七体源流和神明灵 看成是同出而易明的 众庙之门的一体两面 即道的阴和阳 灵和一 而从逻辑上来说八七级很大概率 确实开有九个的 好话嘛 如果套了再看看真相是否有出入 没出入呢 我们就接着讲 有出入 那咱就不着急剧透 毕竟现在这个杀疯了的剧情节奏 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知道答案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在我又是白天做游戏 晚上加班熬大夜的基础上 求个三年拜托大家了 佛生无量天尊 我们下期再见